强拆廖家牛肉面 华光载爆冲突 北市华光社区土地遭长期违法占用 台北地院昨天发动第四波拆除行动 强拆其中12户 包含知名的廖家牛肉面 从前晚起 深渊华光的近百名民众与学生 就在现场守夜 住户则不舍得打包神像羽排位 并烧精致击败地基主 清晨深渊学生便躺在路中间 阻挡怪手进入 还企图突破封锁 与警方爆发多波激烈冲突 你为什么要穿我的头 你为什么要穿我的头 你怎么不说是你同学穿你的头 为什么说是警察 是你们同学自己出炉 不是警察 跑不跑 但深渊民众敌不过警方 前后共14人被警方带回 住户则不得不搬出家当 及身材工具 拆除行动上午9点开始 转眼间便将现场移为平地 至于遭逮捕的14人 讯后遭检方请回 但限制住居 动新闻台北报道 动新闻台北报道